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让我们安静来到主的面前 以下的时间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 今天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 君王的言类 我们先听一听约翰福音一章九至十三节 第九节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值着他做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内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明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兵 作上帝的言类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亦不是从人意生的 乃是从上帝生的 美国马里兰州的杰伊斯佩树 做了一个DNA基因测试 但是他绝对想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这个检测的结果 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就是他竟然是西非背南共和国的一个王子 于是他就乘搭飞机前往这个国家 当他抵达的时候 皇室成员就热烈地欢迎他 并且以舞蹈 歌唱 揮起其次和游行 为他举行圣诞的 反乡欢迎仪式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宣扬上帝的好消息 他从进入他的百姓以色列文当中 向他们传递好消息 并且指示他们走出黑暗的道路 在约翰福音一章九节描述 很多人对福音信息都无动于冲 并且拒绝接受真光 拒绝接受耶稣就是利财亚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保持怀疑 和冷漠的态度 因为有一些人 他们仍然怀着谦卑 欢喜地接受基督的邀请 相信他就是上帝为世人的罪 所预备的终极牺牲 并且信靠他的名 对于这帮忠心的百姓 有一个惊喜等待着他们 就是耶稣会赐给他们权柄 作上帝的儿女 他们借着圣灵重生 成为上帝这位至高君王的儿女 成为属灵的皇室成员 当我们离开罪恶和黑暗 接受主耶稣并且相信他的名字 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 并且被接纳归入这位君王的家庭 愿我们在礼行君王儿女的责任的时候 也同时享受祝福 各位朋友 身为上帝的儿女 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星期你会做什么 要表明你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和责任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对我们说 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兵作上帝的儿女 要请你我们一起祷告主 亲爱的天父 借着耶稣的死 你让我成为君王的儿女 这个是可等奇妙 我感到万分荣幸和感恩 奉主命求 阿们 灵良透视 在山普及日本 约翰福音一章一至十八节的标题就是 《罪言,基督是永恒的道》 这段经文堪称是神学杰作 这么非凡的启示 也激发我们以敬拜上帝的心来思考 并且激发我们渴望认识 同侍奉这位基督 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 使徒约翰就将降生之前的耶稣 就称为道 祂是自有永有的创造主 万有都是借着祂而造成的 而在第一至五节 我们就可以订定这样的小标题 叫做 道的存在同效用 在第一至二节说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在第三至五节所讲述的道 是彰显上帝的大能 在《创世记》第一章记载 上帝创造万物 也就是说 所有的受造物 道是参与其中 亦都是积极的行动者 《药行福音》一章六至十四节的小标题 就可以定为 道进入世界 世人在过去和现在 究竟如何接待祂呢 情况都是不一而终 不过所有相信祂的人 都会得到接纳 并且进入祂的大家庭 求圣灵帮助我们 靠着基督 活好今天的生命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 有所共鸣 邀请你可以转载 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可以下载 灵命日良的手机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材料 甚至你都可以留言 和我们分享彼此代讨 愿上帝慈福予你